最近引起很多人关切的食品问题 就是很多民众其实并不知道 国内绝大部分的进口黄豆 都是经过基因改造 虽然有包装的产品上面会强制标示 但是市面上的豆浆 还有餐厅里面的豆腐要如何分辨呢 民间团体今天就呼吁政府 应该要提出进一步的办法 使用非基因改造的有机黄豆 制作豆浆成本可能贵上好几倍 不过老板林荣造还是坚持信念 卖天然与健康 他说台湾进口的黄豆高达九成是基改的 最主要考量还是在于价格 价格差太多了 基改跟有机的大概有差四倍 商人大概都是买比较便宜的东西 基改黄豆基因被植入抗除草剂等成分 最常被担心农药超量 另外吃下非自然品种的黄豆 对健康风险未明 是不是会像在动物实验上 出现病变或肿瘤 专家也感到忧心 目前食品上虽然有强制要标示清楚 不过散装或是多数豆浆店 消费者仍无从分辨 针对各界指出台湾民众都吃饲料级的基改黄豆 美国黄豆出口协会台湾办事处解释 美国官方并没有这样的分类 基改黄豆作为饲料也拿来榨油 不过也赞成应该全面标示清楚 好让消费者能有足够的资讯做出选择 记者 林先生 陈昌维台北报道